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种合理的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个是正常低压 刚刚有看过它的情况会是R要正的 然后7RT录虑必须要是负的值 所以R是正的表示它一定会逆时针转 所以下面画这个这样子逆时针转 然后它的N hat就会指向中心 因为B在这边 你要想象你是一个器块 然后你朝着那个箭头指的方向走路 然后你的左手边这个就是N hat的方向 所以越往N hat走的时候N就越来越大 但是你的φ越来越小 这样这个梯度才会变得负值 所以N hat一定会指向这个系统的中心 然后你越往中心走φ越小 所以它一定是个低压 所以你要先由R判断它转的方向 然后找出N hat的方向之后 再由这个7RT录虑的正负号 去判断出中心到底是高压还是低压 那判断出高压或低压之后呢 你就要找出力的平衡 那一样我把原则写在这边 所以如果7RT录虑的话它一定是指向低压 再来科士力在北半球永远都指向右手边 运动方向的右手边 那离心力永远都指向旋转运动的外侧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三个力的方向分别画出来 现在画的时候这是示意图 所以你箭头的长短要稍微区分一下 它的长短要能够代表力的相对的大小 然后要不要一下说这个是正常低压 它的风数会是正常的 下一个是异常低压 它的状况是R会小于0 表示它是顺时针转 顺时针转在这边 所以在它左边这边的话 空气指点就是会往你们荧幕的上面跑 然后所以N就会指向左边在这边 那随着N增加你的φ要变大 意思就是越往N hat那个方向走 气压越大的话表示你的系统中心会是低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低压 但是它的风数会异常的大 就是前面那个table那边在做分析的时候 有分析出来说这个V会非常的大 那所以一样这个力的平衡的话 就是气压低度力一定指向低压 然后你的克势力一定是垂直运动方向的右边 然后离心力一定是指向外侧 那异常大的风数就会提供这个系统 有非常大的离心力 刚好可以跟气压低度力和克势力平衡 再来是第三种情况是异常高压 异常高压也是顺时针转的 所以一样这个也是顺时针转 然后N hat方向就很快找出来 然后它跟前面一个差的差别 就是差在这个气压低度力 这边是小于0的 所以越往N hat那边方向走的话 气压要降低 所以系统中心必须是高压 那高压的时候气压T度力就要往外指 然后克势力跟离心力一样 就是克势力一样是指向右手边 然后离心力一样是指向这个旋转运动的外侧 那一样这里是一个异常大的风数 所以它可以提供很大的离心力跟很大的克势力 这两个离 然后在主要是这两个离在平衡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气压T度力 最后一个是正常高压 那一样它还是顺时针转 在这边R是小于0顺时针转 然后这个是 对这个是partial 5除以partial N会是小于0的 所以N hat在这里一样把它找出来了 那它一样就是会是高压 系统中心会是高压 那因为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它的风数是正常的风数了 所以正常风数就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强大的离心力 去跟克势力平衡 所以最主要的跟克势力平衡的项会是7RT度力 这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的高压的配置